现代都市生活节奏越发地迅速 高科技也日性月异地发展 整个社会也在迁移默化地改变着 身处于这样的世界中 我们常常忘了自己的本质 身为客家人到底意味着什么 几百年以前 客家人的祖先们从家乡中原 开始了他们的迁移 直到最后 他们大部分人走到了中国南方广东省的梅州一带 由于迁移之路的艰辛 客家的祖先们克服万难 团结一心 相互照顾 相互依靠 以强韧不拔的毅力 刻苦耐劳的精神 持之以恒的决心 完成了长征般的寻家之路 正是因为自己拥有的不多 客家的祖先们就更加的勤劳节俭 也更加重视教育 因为他们相信只有通过受教育 他们才能为自己争取出头的机会 客家祖先在祖国面前的困难重重 所以为了能养家活口 他们不得不做出痛苦的决定 离乡背井 远赴世界各地 用血汗拼出新的天地 客家精神里所包含的种种美德 也就这样 在数百年前 随着我们的客家先驱们 从广东的梅州南下 来到了当时的南洋 也就是新加坡 这群客家先驱之中 就包括了印和会馆的创办人 刘润德先生 印和会馆成立于1822年 那年份 只在斯坦福来佛市爵士 建立现代新加坡后 仅仅三年 在当时 会馆的服务 只是为本地的客家人提供福利 可是眼光红远的刘润德先生 看出了会馆 能为本地和祖国的客家人 提供一个联系和沟通的桥梁 印和中的印 来自嘉印州 也就是梅州在清朝时的名称 和代表和睦的意思 会馆的组成人士 希望在会馆的凝聚之下 嘉印武淑的移民 能和州共济 和气志祥 嘉印武淑指的是 梅县 新宁 武华 平原 以及交陵 我目前的会员有两千多位 那么我们属下有五间团体会员 那就是南洋五华同乡总会 新林同乡会 梅胶瓶同乡会 嘉印武淑工会 以及嘉桥同乡会 印和会馆的建筑 坐落于牛车水地区的直落亚裔街98号 至今会馆仍然处于原址 印和会馆从1822年至今 经历过三次重修 最近一次是在1998年 同一年 它也被政府正式列为 新加坡国家古迹之一 会馆成立的最初原因 是为了帮助刚到新加坡的客级移民 能在本地安顿下来 会馆给予支援与扶持 协助他们寻找工作 照顾他们的饮食起居等等 同时会馆也在帮助客级移民们 与在中国家乡的家人 保持联系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久而久之 会馆也开始照顾会员的社交和团体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们客家人最注重就是春秋两极 这可能是从远古时代 已经传承下来的客家风俗 就是这两个节目一定要搞一个活动 还是取办几祖先这些 好像是说我们最主要的话 我们就是会祭拜一些祖先 然后我们就会搞一个美式将 就是大家共计一堂 就是大家团结一致这样子的意思 也一方面也是说 利用客节日也是最好 这样说推行我们的出现 就是这样子 祭祖在我们祖先的信仰中 占有重要的地位 而英俄会馆在清明和重阳时节 便会举办大规模的集体活动 让会员们在共同祭祖的同时 也能和乡人们联络感情 也因为这样 会馆在1875年在会所旁边 设立了一座祠堂 供会员们安放先人灵位并祭祀 随着在新加坡的客家人人数的增长 开始有异地安葬的需求 因此 英和会馆在1887年 在双龙山买下了自己的墓地 确保会员们百年之后有积身之所 双龙山里面包括一个粉肠 其他还有两个 一个是纪念堂 一个是池堂 这两个地方都有放菇肥味 还有一个是五福堂 不最早的放菇肥就是池堂 一池 那建筑物差不多一百年了 因为后来那个菇肥味不够 我们才建造这个纪念堂 为了解决同乡们在医疗方面的需求 英和会馆在1920年代 准备在双龙山新建医院 不料人算不如天算 世界经济大萧条 使得计划中的医院无法开始运作 忠告结束 此外 英和会馆也新办学校 英新学校在1905年开办 并以会馆的二楼为校址 学校办得非常成功 在1926年 英新学校于双龙山设立了分校 让该地区的科技孩子能入学 然而 1965年 新加坡独立后 教育政策有所改变 使得英新学校在1969年关闭 您的会馆年轻人多不多 以目前来讲 年轻人就占少数 在过去十年以前会更少 因为近年来我们有发动一些会晤 鼓励年轻人多多参与会馆的活动 因此均十年来会驻年的增加 此外 会馆也共同管理福德瓷大伯公庙 又名望海大伯公庙 直到今日 这间庙宇仍然坐落于帕尔末路 五十H号的园址 在1960年代 政府征用了会馆拥有的大部分的土地 会馆把所得到的赔款用于建筑硬核大厦 而组织建筑委员会的主席 由拿督曾德勋先生担任 曾拿督是一位声名显赫 备受推崇的商人 曾任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董事 并担任硬核会馆会长19年 他也曾经在各个协会和团体担任要职 毫无疑问 他是担任委员会主席的最佳人选 19层楼的硬核大厦 于1973年隆重开幕 大厦这些年来的税租 委会馆提供了相当可观的收入 2001年 硬核大厦被拆除 并于原址建筑崭新的公寓大楼 于2003年建筑的立和院 共有37间服务室公寓 随着新加坡的发展与进步 在新加坡的客级人士的需求也有所变化 硬核会馆当然也必须跟上时代的步伐 在本地我们则着重于 可以更加了解客家人的传统历史与文化 说到传统文化 每个人都应该有 没有传统文化 就是好像没有根 所以我们的会馆呢 在灌输我们传统文化 是非常积极的 希望呢 让他们有一种民族的自尊 当然 传统节日的庆祝活动也从来没有停止过 因为当我们坚持延续这些传统时 能够感受到自己和世世代代的客家人的情感联系 一份追溯百年 甚至千年的种族情谊 我们在回望过去的当儿 也没忘记要关心当下 以及展望未来 硬核会馆无时无刻 把客家精神的基本原则牢记在心 刻苦耐劳 毅力 恒心 勤奋 团结 教育 他们是客家人一直以来成功的关键 而在未来 他们也将继续是我们背后的原动力 客家精神将永远地燃烧下去 长长久久 永无止尽